人生总是顺境和逆境交织 很多时候生活的酸甜苦辣 只能自己品味 康特有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 他不知道他们家和阿祖法那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而他也错过了和他重逢的好机会 而现在也是他最需要他的时候 可是康特这段时间因为无家可归 暂时住在秋美母女家里 这也让秋美的未婚夫引起了怀疑和误会 昨天不仅把康特警告了一下 还把他打得不轻 好好地教训了他一顿 要不是秋美在边上一直帮康特求情 他还不知道要被他们打成什么样 康特想要英雄救美 可自己却没有这个能力 很多网友也帮他着急 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见了 他还有心情住在这里拐人家的事情 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康特知道秋美是逃婚出来的 哪知道他和他妈妈住在这个荒郊野里 还是被他们找到了 而且对方已经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他要是不答应这件婚事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康特的 他们一直认为秋美逃婚是为了这个男人 要不然他没有其他理由这么做 其实他在没有遇到康特前 已经下定决心不和那个男人结婚了 这件事情确实也怪不得康特身上 康特只是后来认识了他们后 他知道这个女孩子不想结婚 所以才想要帮助他逃跑 秋美母女决定离开这里 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 康特和他说 等会儿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你们想办法逃跑 不一会儿 昨天那个女人又带着手下的人马过来了 今天他就要把秋美带走回去和他儿子结婚 她是一个部落里老大的女人 所以非常的有权威 她要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 康特见秋美妈妈非常的紧张 让她冷静一些不要被他们看出来 一切进击行事 康特把他们带来的几只山羊牵了过来 其实他这个时候也有点紧张 他知道仅凭自己是无法打过那么多人 还是要想办法之躯 康特刚坐下来 边上的人就问他 你怎么还在这里的 康特不想引起他们的怀疑 只能说 我本来已经要离开了 看到你们过来了 赶紧帮着秋美妈妈招待你们 可以和你们一起参谋她的婚事 听康特这么一说 这个女人认为 他们已经彻底对她的话言听其从了 这才让那个背枪的小伙子把武器放下来 为了迷惑这个女人 她提出任何婚礼要求 秋美都不反对也不反驳 一副乖乖听话的模样 也让这个女人相当的满意 果然给他们一点教训 他们就知道怕了 康特趁机出来和秋美妈妈商量事情 她说那个拿枪的手下已经把枪放了下来 等会儿我们想办法把枪抢过来 你们母女两个要配合我的行动 看他们一直在窃窃私语 女人的手下问她 你们在做什么 康特和她说 我在这里帮忙给你们送红茶 这个手下非常的警觉 她走出来了 还让秋美快点进屋子里去 康特抓紧时间和秋美低语了几句 她说我们三个人肯定打不过他们 只有想办法把枪抢过来 我们有了武器才有办法让你离开 我们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抢枪 你到时候要一起帮我 黑衣服的小伙让秋美回去 看来他们做事情还是很慎重的 这也让康特更加担心了 可是他已经决定帮助他们了 今天还是要尽力尝试一下 趁大家都坐在那里聊天放松的时候 秋美快速拿过地毯上的枪给了康特 他们两个人一个人一把枪对准了这群人 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把他们吓到了 他们还想要动手反抗 他们俩拿着枪说往后退不然就开枪了 秋美妈妈把已经准备好的包给了她 让她不要管自己 赶紧离开这里 她的妈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带她逃婚出来 她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的女儿能过得开心快乐 这一群人看着已经跑远了的秋美 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今天真的是太大意了 还以为他们母女两个已经认命了 所以今天过来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女人非常生气 走出来和他们说 你们一气之下做这种冲动事情 以后都要后悔的 我的家族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的 我们会对逃婚的人做出最严厉的惩罚 可是不管这个女人如何恐吓康特 康特的猎枪始终对准了他们 而就在此时 有两个手下已经趁机去追秋美了 康特为了不公亏于亏也赶了过去 也幸亏她过去的急事 当他们两把猎枪对准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怕了 秋美妈妈还在边上用石头拼命地砸他们 女人这时候也赶了过来 她知道今天大势已去 继续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结果 她命令手下撤退离开 可这不代表这事情结束了 康特举着枪让他们全都去帐篷里 她想要为秋美争取逃跑的时间 在猎枪的逼迫之下 他们无奈地蹲在了这里 她们有人还在放狠话 我们家族不会放过你的 秋美的妈妈把这个帐篷全部拉了起来 但凡谁在里面有小动作 康特就警告她说我要开枪了 时间过去了很久 秋美妈妈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她才把里面的人放了出来 让他们赶快离开这里 不要再来了 可是走之前 他们还是放下了狠话 让他们等着他们这个大家族的报复 康特飞尽心思终于把这群人赶走了 最重要的是她帮助秋美逃跑成功了 可秋美的妈妈还是很担心 她说他们肯定还会回来的 她更担心女儿会不会被他们找到 你们觉得康特帮助秋美逃婚是正确的吗 客工程中文字幕 开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